注意看 这个小伙子只是打了个喷嚏 就蜕变成了一个600斤的胖小伙 而且别看他胖 跑起来的他身轻如燕 还能来一个标准的旋转跳跃闭着眼 这可把追捕他的两个警察看待了 可等他刚反应过来掏出枪的时候 但这个拥有不死之身的男人并不是死士 而是一个新鲜的死人 就在几天前 作为一名普通警察的尼克 和搭档在一次任务中意外得到了一批黄金 可前一天晚上刚把黄金埋在院子里 到了第二天他就后悔了 于是他找到搭档鲍比告诉他自己准备上交 可就在他们出任务时 鲍比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死的不能再死的尼克下一秒却再次睁开了眼睛 但他诡异地发现周围的一切已经完全静止了 溺头雾水的他刚走出门查看 就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尼克直接被吸了进去 接着下一秒又被拽到了一间办公室里 对面的女人告诉尼克他已经死了 而这里是英曹地府美国吩咐 俗称明界警局 接着女人给了尼克两个选择 要么接受审判后投胎转世 要么成为明界警察继续干他的老本行 只不过抓捕的罪犯变成了那些设法逃脱审判的死人 打了一辈子弓的尼克刚想拒绝 但听到是回到人间 而且是在自己的老家执行任务后 他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接着女人带他进入到了警局内部 此时一个刚被抓捕的俯师正在闹事 眼看着情况即将失控 突然 枪声响了 眼前这个严肃的老牛仔就是尼克的新搭档 但死了两百多年也打工了两百多年的他 很明显瞧不上尼克这个新人 可迫于女人的命令 他也只能无奈地接手 接着牛仔带着尼克进入警员专用厕所 按下冲水键后 他们就被传送回了人间 按照明界警局的传统 牛仔带着尼克先参观了他自己的葬礼 看着杀害他的凶手搭档抱比拥抱自己的妻子 尼克没能忍住直接冲了下去 可诡异的是不光同事没能认出他 就连妻子也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了 尼克找到牛仔质问他原因 牛仔告诉他重回人间的冥界警探 在其他人类眼里已经是换了一副模样了 他是性胆的金发辣妹 而尼克变成了老大爷 就这样 生无可恋的尼克正式上岗了 而他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抓捕这栋大楼内隐藏的一个腐蚀 牛仔带上钢点的外卖开始跟尼克上课了 他告诉尼克腐蚀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死期 这种来自灵魂的气息能够腐蚀感染周围的一切 对任何事物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两人一路沿着被腐蚀的痕迹 很快就成功找到了腐蚀藏身的房间 牛仔敲开门后 一看就是刚越狱出来的T-Bag探出了头 而面对两人的盘问 他却打死都不承认自己已经死了 可这时牛仔却打开外卖开始大快躲 看到这一幕的T-Bag再也忍不住了 只见他的身体不停颤抖 下巴都掉到了胸口上 还不太适应的尼克尝试靠住显形的T-Bag 但T-Bag却一把扯下冰箱门尝试反抗 趁着他在冰箱里翻找时 尼克将他和自己靠在了一起 所以T-Bag熟悉的断手操作又来了 大方的他直接将自己的手臂送给了尼克 接着又将牛奶盒里的黄金倒进嘴里后 直接朝着窗外跳了下去 可让尼克震惊的是 下一秒他就若无其事地爬了起来 接着他也被身后的牛仔一把推了下去 兴奋的牛仔骑着他精准地砸中了逃跑的T-Bag 爬起来的尼克才发现原来冥界警探是不死之身 看着T-Bag被牛仔用枪指着 尼克拿着他的断手直接就是一顿胖走 他刚吞下的黄金也被打了出来 尼克蹲下身查看 竟发现这些黄金和他之前埋下的一模一样 此时T-Bag还想放到 却被牛仔直接一枪送去轮回了 重新回到警局后 他们将黄金上交 尼克想查明这些黄金的来历 于是他说服了牛仔 牛仔带他见到了他的服饰线人 但经过尼克温柔的询问后 线人依旧表示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些黄金 于是尼克直接将黄金丢给了他 让他帮自己继续留意这件事 牛仔刚准备质问尼克为何将脏物直接送给线人时 尼克却告诉他鱼已经上钩了 果然鬼鬼祟祟的线人后脚就将黄金转手 而转手的并不是别人 正是杀害他的前搭档鲍柄 看着他拿着黄金直接开车离开 两人一路尾随之下 竟发现他直接来到了尼克的家里 原来他是来取走尼克之前埋下的金子 带着这一批金子 他又来到了一家证券交易所 很快 一个西装笔挺的胖小伙走到了鲍柄身前 结果箱子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转身离开 两人飞快地跟上 挟持住胖小伙后带着他来到了一间冷裤 可谁料还没等他们逼问 胖小伙就直接显露出他腐尸的真身 接着他抱住箱子就直接撞了出去 眼看着他还能飞檐走壁 牛仔直接掏出枪射中了胖小伙的屁股 但面对着蹲位的差距 牛仔直接被放起了风筝 接着胖小伙带着牛仔逃进了一栋大楼 就在他准备坐电梯逃走时 尼克这边刚好也进入了大楼内 看着胖小伙直接跳了下来 尼克掏出枪果断地打断了电梯的绳子 楼上的牛仔也一脸兴奋地跳了进来 就这样 电梯带着三人飞快地上升 虽然最后时刻尼克成功抢到了箱子 但却还是让胖小伙逃走了 两人回到警局的第一时间 就被上次女人一顿臭骂 因为他们不仅没抓到人 还让险形的腐尸暴露在人类世界中 并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此时 女人突然收到了上级的通知 原来两人一直调查的黄金 其实是一个神器的碎片 神器能够逆转明界和人间的通道 如果让神器组装完成 到时候无数的腐尸将会掉落回人间占领全世界 与此同时另一个通知也下达了下来 按照规定 他们两人直接被开除了 而开除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被处死 留给两人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但尼克并没有决定就此等死 他始终都认为 鲍比身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他却从没有感受到他身上的死气 这时牛仔告诉他 某些特殊物品能够掩盖住腐尸身上的死气 尼克顿时就想到了鲍比每天随身携带的手面 到了第二天 两人直接来到了鲍比的家中 尼克第一时间就拿枪将他置住 可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 鲍比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只见他并没有任何反抗 直接将手链摘下 就在他弹飞手链的一瞬间 被压抑的死气瞬间蔓延开来 整个房子在死气的侵蚀下迅速老化 最后更是直接崩塌 牛仔找出他藏在房间内的黄金后 两人扣押着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他回到了警局 就在牛仔将黄金和他身上的半个铁球上脚时 他们却没有注意到箱子内的另一半铁球 铁球靠近后自动合并在了一起 等到尼克察觉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 合并后的铁球爆发出一道脉冲 除了腐尸之外 他们所有人的动作都被瞬间放慢了 鲍比指挥着腐尸拿走的仓库内的黄金 等到牛仔好不容易开枪打破了铁球时 却还是晚了一步 腐尸们已经进入了通往人间的通道 回到人间后的他们分工明确 一部分来到楼顶开始组装神器 另一部分则负责拖住赶来的冥界警察们 牛仔趁着对方换蛋的时间也开始认真起来了 走出街道后他向对方发起了男人间的对决 可就在两人顺利解决掉周围的腐尸时 不远处的通道已经缓缓开启 两人驱车飞快地朝着大楼杆 但随机开启的通道直接摧毁了周围的建筑 在漫天的汽车狱中 老司机尼克凭借着娴熟的车技总算赶到了大楼底下 可此时神器也即将组装完成 等到两人赶到楼顶时 尼克却发现妻子已经被暴毙绑架 并且下一秒就当着他的面直接刺穿了妻子的身体 悲愤欲觉得他立马就发动了攻击 而另一边尼克妻子的血液逐渐被神器吸引 原来人类的血液正是激活神器的最后一环 只见神器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直冲天井 两界通道也在这一刻彻底被逆转 顷刻间 无数的丧尸朝着人间掉落 尼克和牛仔决定分头行动 尼克这边负责拖住暴毙 而牛仔则想办法破坏掉神器 但神器的坚固程度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 这时 牛仔发现了掉落在上方的卡车 就在尼克这边马上就坚持不住的时候 牛仔用钢索套住了卡车 在腐尸彻底回到人间的前一秒 他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卡车拽了下来 当神器被毁的同一时间 通道内的无数腐尸像苍蝇一样再次被拍了回去 一切再次不于平静后 尼克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而本因死去的尼克妻子却在医院内睁开了双眼 原来因为尼克拯救了世界的原因 上次帮他复活了妻子 同时两人也得以免除死刑官赴原职 最后 在尼克强烈地建议下 贴心的牛仔给他重新申请到了一个新的身份 可他的兴奋还没有一秒钟 你以认为这还是我们必须有 Ghana 都做了 Pick it up 好